我跟文勇同事至今已经有三十年了 老实说他是一个很内向 非常好的 敬责的一个父亲爸爸 因为我们的私教也不错 然后在拍戏的时候 有他在 绝对不会寂寞的 虽然他内向 但是他常常给我们讲笑话 老实说 这次我们接到他的病逝的消息 心里感到非常的痛 因为同事了一位老同事 老战友 同事也很痛心 他一年早逝 希望永远 永远文勇的形象 活在我们的心里 谢谢 文勇大哥应该是我在新传媒 第一个爸爸 好像也是唯一一个爸爸 然后我还记得有一年的生日是在除夕夜 他包了一个很大的红包给我 他在那个红包封后面写说 女儿 你要加油 你一定可以的 到至今那个红包封我还收着 其实我觉得 虽然你走得很突然 但是我觉得你是幸福的 因为有大家的祝福 还有 因为你不需要好像跟病魔战斗那么久 总之 安息吧 文勇大哥的离开呢 对我来讲是非常的遗憾 因为本地演艺圈呢 少了一个非常 非常资深 还有非常 怎样讲 非常专业的一个演员 他教导了我很多 我跟他的合作就在 在我签约之前拍995的时候 我在里面扮演一个女人 然后呢 他跟他的对手戏应该是最多的 他就教导了我应该怎样把角色诠释出来 不要担心 然后要有自信心 虽然是一个男扮女章的角色 但是还是要把他诠释到我淋漓尽致 所以我对他的 我对他的敬仰啦 其实是 非常难搞 所以当我听到他离开的时候 是非常难过的 我希望在 天上的你 可以继续的带给很好的表现 还有表演演出给大家 谢谢 跟文勇合作了很多部戏 跟文勇合作了很多部戏 那我失去了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合作的一个伙伴 也少了一个跟我聊天的一个对象 文勇他为我们表演了30年 这一次真正的表演了无常 所以我们要多多关心我们身边的朋友 做自己应该做的一些事情 要多照顾自己 照顾家人 照顾整个地球 刚才看到丽萍姐过来的时候 我们就没 就忍不住抱在一起了 抱着一起 紧紧地抱着一起 因为那一年半里面 我们是全家一起生活的 就有丽萍姐 有我 有林湘萍 有蔡佩萱还有 对 当然还有我 所以我们真的过得很开心 很开心 老豆 我真的很抱歉 没有机会见到你最后一面 可是我要你知道你永远是我心目中最可爱 最善良的老豆 我真的很想你 老豆 我希望你在天使灵 你要好好地走下去 你也要好好地 希望你能够继续地祝福你的家人 还要祝福我们 OK 我们爱你 and will miss you forever and ever we love you 威养大哥 很自信 很开心 很融入这个环境 跟大家去相处 那你这番话其实对我来说 在我的价值观上改变了很多 你的这番话我印象是很深刻的 那希望你在另外一个世界里 也可以做你喜欢的事情 也可以那么开心 那么自信 那么潇洒地生活着 那希望你一路走好 好